当地时间是1月6日下午 人民网记者来到位于皇后街27号的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 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正在忙碌 他将为明日前来接牌的习近平主席准备一台短而精的表演 这次演出呢我应该说是一个不同反响的演出 那么是很珍贵的机会 那么同时呢这个难度高还在于我只给予了9分钟的时间 那么我根据这个9分钟时间呢我挑选了三个曲子 第一个曲子呢是中国著名作曲家 谭顿所做的黄土地族曲当中最后一首《石板妖谷》 我挑选这首曲子呢也是因为它是根据陕北西北的民歌创作 那么这个是西主席非常耳熟能详的家乡之音 那么第二个曲子呢因为我们是在新加坡 所以挑选了一个鱼尾式传奇的高呼协奏曲 它的最后一个乐章叫《琴系南洋》 是我们有我们团里的这个高呼演奏家 也是乐团首席李宝顺演奏非常优美的 那么如果说第一首是比较热闹的嘛 第二首就是非常优美和和缓的 那么第三首呢那么我们是从中国文明古国这个角度 挑选了三字经这么一个新曲子 作曲家其实是中国音乐学员的一个年轻的教授叫王爵 那么这个里头呢我们请了新加坡南洋小学的一批小学生 而且是多名族的 包括华族 包括马来族 包括印度族 还有欧亚学统的 那么他们全部口茶一口流利的华语 来背诵表演这个三字经 那么跟华语团一起合奏 那么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亚太之戏